一位年轻女性租客在上海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遭遇 刚从学校毕业的小和被房东偷偷装上监控摄像头 并发送不堪入耳的骚扰信息 称他太性感了 这起事件曝光后 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当事人小和坦言 自己身陷心理困境 因为对方的行为严重威胁到了他的人身安全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 不止一名受害者站出来指证同一房东的骚扰行为 他们纷纷表示曾被恐吓 辱骂并且无法得到公正解决 小和透露 当局警方对此回应只能建议通过自诉起诉 但若骚扰未达立案标准 则需要肢体动作作为证据 这给受害者带来极大困扰 也引发了对于相关法律规定的质疑